回到東三晚間新聞 用餐時間如果有人 把你的這些餐點給打掉了 弄在地上 也許很多人會覺得滿生氣的 因為你這樣子就沒得吃了 所以在昭華的這名男子 才會如此激動 他是早上走在路上 結果不小心被汽車擦撞 就這麼剛好 後照鏡把他手上的漢堡跟奶茶 掉在地上 所以這下子 他突然沒有早餐能吃了 結果這個造勢的車輛 還直接離開 這名男子超級生氣的 他氣到情緒失控大喉大叫 還把路障拖到了馬路中間 說是為了保全證據 還有來看看 這個人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來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 夏天到了應該要玩玩水才行 特別現在國門還沒有全開 所以好多人都在全台灣找秘境 而這個網紅就聲稱 他找到了這個秘境 是在新北市 平林的石槽橋上跳水 他PO文的時候還說 很滿意 新北市決定在這裡蓋一個跳水平台 他真的就從上面跳了下來 很多人看了影片都說 好棒 好想去 但是新北市府說 他們根本沒有蓋跳水平台 這個地方是橋上的觀景平台 現場明明就有公告禁止跳水 所以也要求網紅下架影片 衛福部長陳時中 昨天宣布快篩陽性確診 那指揮中心的副指揮官 也透露了陳時中目前的病況 強調他已經進行了視訊診療 而且也依照醫主來做服藥 一般的確診者有的症狀 陳時中也都出現了一些 不過目前身體狀況 都還算是良好 只是陳時中確診大多時間 應該都是在家裡面來進行隔離 如果你是從國外入境到台灣的話 是不能夠待在家裡隔離的 必須要待在防疫旅館 但是現在指揮中心宣布 後天開始所有入境的旅客居家隔離 會從本來的7加7改為3加4 這下子就有很多人在討論 這個政策的一個問題了 現在主要的爭議就在於 3加4的後面這4天 你還是可以出門 可以上班 就是不能回家 那問題是你後面的那4天 如果還要在防疫旅館進進出出 他管得了你嗎 他有辦法妥善的 來對這些入境者做管理嗎 所以今天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都忍不住痛批 這又是一個白痴政策 如果是小朋友確診的話 更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小朋友已經洗肝5次了 原來他住在雲林 這個6歲的男童 是在5月底確診染疫之後 出現了一些肺炎 腦水腫 還有猛爆性肝炎 他的肝炎指數 已經超過正常值的 125倍 所以必須要緊急洗肝搶命才行 還好經過了5次療程 他已經在家屋病房 住了兩個星期 好消息是 終於男童轉到 一般的隔離病房了 現在還在持續的復健進步當中 很多人擔心小孩染疫 所以在家裡都會使用 紫外線殺菌燈來做消毒 但是如果你處在同一個空間 可能就會變成這樣 嚴重的燙傷 這一位受害者 很多人應該滿熟悉的 他是汽車的試駕達人 Andy老爹 他也是想說 家裡買的紫外線殺菌燈 好久沒用了 所以最近好像疫情比較嚴重 就趕快拿出來消毒家裡 他只是把燈放在腳邊而已 而且還有一段距離 結果才不到30分鐘的時間 他的眼角膜就已經受傷了 他說當時連眼睛都睜不開 而且他不覺得雙腿有特別燙 但是回頭一看發現 雙腿很像是嚴重的燙傷一樣 趕快的送到醫院去 皮膚科說 那麼嚴重的話 不但會造成眼睛的白內障 可能嚴重還會導致雙眼失明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要避免跟燈 處在同一個空間 還有人會說這眼睛 是不是都沒睜開 警察都沒有看到他們違規嗎 這是有民眾拍下來 四名員警騎著警車 在路口等紅燈的時候 前面有一台雙載的機車 明明後座的乘客 明顯沒有戴安全帽 還在玩手機 回頭看到後面有四個員警 嚇得趕快的把頭轉回去 奇怪的是 四個警察應該有看到才對 卻沒有人上前攔人開單 等到綠燈之後 就直接把車騎走了 所以目擊者超級傻眼 行為是三名男子 她是欠賭債被惡煞掳走 其中一個人的母親接到電話 就被要求150萬的贖金 媽媽在警察的建議之下 用假鈔混雜真鈔的方式 引誘歹徒現身 但是這個媽媽拒絕警察陪同 所以連媽媽都被掳走了 後來歹徒發現了 他帶的是假鈔 儘管把人釋放 但是還是立刻被逮捕送辦 在鬼月的時候 您敢看這樣子的特別展覽嗎 因為裡面就很像是我們以前 在看香港殭屍片的場景一樣 其實這是法國的凱布朗利博物館 2018年曾經推出的亞洲地獄與幽魂特展 而現在即將要在台南的美術館展出了 因為每個藝術品都栩栩如生 現在才剛剛開箱就很恐怖了 本土養殖的石斑魚遭到中國大陸封殺 同樣的事情其實去年也發生過 因為我們台灣的鳳梨也被對岸封殺 不過果農他們也化圍肌圍轉肌 就特別推出了鳳梨鱸魚湯 還有鳳梨雞湯這種一人份的 即食料理湯品 微波就能夠享用 所以這一次是除了鳳梨之外 還有石斑魚也遭殃 所以業者也考慮要推出鳳梨石斑魚湯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石斑魚的單價比較高 要怎麼讓產品價格親民是最大考驗 同樣也受到衝擊的還有很多的餐廳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人減少內用了 包括了一些知名的店家 還有老店也不例外 不過現在這些老店的餐點 如果可以吃到飽 您會不會有興趣呢 他們就乾脆就想出了 這種逆勢操作 推出吃到飽的快閃方案 用單點 限點 限做的方式 來吸引客人 當然菜單跟我們一般看到的 有一些些不一樣 而且要四到六人一起用餐 才會成形 北部的民眾已經開始漸漸的 出出外頭吃飯 不過這個時候卻有消息指出 原來變種的病毒 已經進到台灣來了 這就是目前在歐美地區 大流行的BA.5病毒株 其實今天的本土新增是4萬5千多人 不過指揮中心也告訴大家 其實上個禮拜從境外移入的 就有其中五例是新的變毒株 那麼包括了四例的BA.5 還有BA.4也有一例 事實上這些都不是機組員 不過羅一鈞也告訴大家 這些新的變毒株 傳播力比我們現在的BA.2 多出了20%到30% 而且會有免疫逃脫的特性 所以重複感染的機會會更多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 我們新增的一天變成了4萬5千多人 但是必須要小心的是 如果重複感染的話 你可能症狀會更多 因為在先前指揮中心就提出了 所謂無敵新興的說法 說確診過的人三個月之內 就不用匡列隔離 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重複染疫者告訴大家 後來重複染疫的時候 他們的症狀比之前還要更嚴重 現在要小心的是 你之前所確診的是 BA.2的病毒株 現在如果要跟歐美一樣 流行BA.5的話 你還有可能會重複感染 因為有一位護理師說 他三度確診 結果一次的症狀比一次嚴重 他腦悟到常常會腦袋斷線 還有有一名男子一個月之內 二度感染 半夜還會咳醒 甚至會有出血的症狀 所以有醫師就提醒了 在美國的這些重複染疫者 重症還有住院率都會提高 千萬不能大意 真的不能夠放鬆 今天看起來本土新增是45,081例 但是有可能是假日效應 看起來中南部還在高原期 不過也新增了一名兩歲的男童重症 他在確診兩天之後 就因為呼吸會喘 所以送到急診 插管使用呼吸器 預計最近有機會能夠出院 不過目前國內累計 已經有50例兒童重症 雖然疫情還沒有結束 但是現在台灣從國外入境 你只要隔離3加4 所以很多人都問說 那是不是就算不能出團 那也可以自由行呢 韓國可能是大家的選項之一 因為從8號開始 你只要提出入境前72小時之內的 PCR陰性證明 不管有沒有接種疫苗 一日都不用隔離 但很多人都忽略了 還有另外一條規定 你可能沒有看仔細 原來你在入境之後 韓國政府要求你 三天之內必須要再進行一次 PCR的檢測 等於是說你玩到一半 你要自己趕快安排到醫院 或是診所來做篩檢 當然如果你是跟團的話 那現在不能夠出團 沒有人會幫你安排 醫院跟診所 自由行你要自己去找 而且韓國政府還建議 你在篩檢完 然後還不知道結果之前 盡量不要外出 所以本來很多人很想要去韓國玩 現在民眾看了這個規定都說 不想去了 新北市新店發生了嚴重的 自撞事故 兩名乘客一個人全身是傷 另外一個沒有生命跡象 但是開車的人卻不見了 後來警方發現這開車是一名中古車行的員工 他沒有駕照還在老闆跟朋友一起上山拜拜 這一次是回程的途中自己撞的 所以歷經了17個小時 造貨的員工終於出面道案說明 他也哽咽道歉說老闆其實很照顧他跟爸爸一樣 他公稱是因為剛剛甲氏出獄 擔心甲氏被撤銷 所以才會趕快的落跑 這下子涉及過失傷害 還有造勢逃逸 如果你們的車子不是被撞卻有損傷 這個高雄的民眾就是因為他把車子停在紅線上面違規 這當然是被拖掉走了 那麼後來他已經心不甘情不願的必須要去繳罰單 但是他到了拖掉廠這才發現 他的保險桿好像有一些損傷 所以要求拖掉業者要賠償 拖掉業者說他看不出來到底傷在哪裡不肯賠 所以這個民眾就告上法院了 那麼這種案子常常會看到 但是這一次非常非常罕見的 竟然被法官給駁回了 並不是覺得法官不用賠 法官是認為說拖掉業者是協助交通局來執行公務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覺得你的車子有損傷 應該要找主管單位來提告國賠才對 所以這難道告訴大家說 以後我們的車子被拖掉的時候 那麼有任何的問題 通通不是找業者 而是直接要告國賠嗎 這個判例實在太特別了 也讓交通局開始要想辦法因應 因為以前只要拖掉有損壞 基本上都是找拖掉業者自行解決 好亂停車如果你是停在紅線上 當然會被拖走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亂停在人家的 私人停車場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把車子給趕走了 私人土地被亂停到底該怎麼處理呢 高雄仁武這間海釣場的私人停車場 業者說常常被人家亂停 佔用甚至亂丟垃圾 打電話通知移車 還會被嗆說你想要怎樣 所以業者也氣炸了 常常因為這樣 有客人來反而沒位子可以停車 所以老闆在關店的時候 乾脆用繩子把停車場給圍起來 結果這個亂停車的人 還把繩子拿掉開出去 甚至有車主是直接把繩子給A走 看起來好像怎麼做都沒用 業者也不忍了 他不排除直接提告 如果要載著後座的人 記得轉彎還是慢一點吧 來看看這個騎士一右轉過彎 後座的人就直接往後摔了一圈掉下來 很多人看了影片都在講說 你阿嬤掉了你不知道嗎 原來這開玩笑的話是真的 因為在新竹 這真的是一個孫子在阿嬤外出 掉下來的真的是70歲的阿嬤 還一度傳出 她的傷勢是不是很嚴重 因為看畫面的確有點恐怖 後來警方聯繫車主證實 阿嬤雖然是摔傷了 但是還好只有手腳擦傷 不過現在雨一直下 現在這個住戶就指控說 都是隔壁害他們家也要下小雨 這是在台北市的迪花街二段 有一個住戶就指控說 因為鄰居違規把陽台往外建 所以兩家實在太靠近了 一下雨自己的廚房 就會一直接隔壁來的水 那麼對此 監管處就回應說 因為陽台的外牆跟雨遮 確實是寄存的違建 那麼預計下個月就會派員強拆 被指控的鄰居也說 他們私底下已經在跟對方溝通了 同樣也是害到了鄰居 因為這個裝潢工人一挖 竟然把鄰居的水管都挖壞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裝潢工 這位新墩夫妻 他們也覺得相當無奈 因為這是他們新買的中古屋 在網路上面找的這個裝潢師傅 卻要求他們要把這個九成的裝潢款項提前付清 簽約之後一個月 房子幾乎沒動工 還把隔壁鄰居的水管挖破 結果負責人竟然人就不見了 好 去運動中心游泳的時候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要右去左回 但是這兩個泳客就是在交會的時候 女子控訴說被男生給踢傷 怒告傷害罪 不過男子也喊冤 說他游的是碟氏 怎麼可能踢傷他呢 所以也氣得反告誣告 結果雙方都敗訴收場 是不是一定要告上法院才有用呢 因為南投的西投 常常有一些遊客霸占步道 橫躺族的亂象 本來想說在入口拍下他們的畫面 放上電視牆總會乖了吧 但最近又發現了 園區裡面的紅塊被鑽了洞 加裝扣環還有釘子 被人家拿來當成了散架掛包包 現在園區打算報警提告